台北市勞工局 早就已經判定了 說 國民黨的這些黨工的薪水 是他們勞工的這個薪水 不能夠被凍結的 可是今天黨產會 卻把這些都凍結了 然後讓我們的黨部 現在借貸杜日來發員工的薪水 對於這個違法違憲違反勞基法 違反台北市勞工局的決議 這個黨產會 丁守中如果當市長 馬上斷水斷電 馬上操控他 好